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写入是如何来实现的 那么写入的服务器依然是我们CentOS7对应的PHP版本是PRP5.4 参数的话依然跟我们之前的是类似的 大家看一下我们SWave同样的一部写入文件 这里面拥有这样几个参数 大家值得注意一下 第一个是StreamFileName 也就是说你要写入的文件名 第二个是文件内容 第三个是毁调 第四个是对应的标志位 也就是说保证你是直接写入还是追加写入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特别值得大家注意 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位置一定记住最大可写入是照 有的人说哎 我想写一个两T的文件 搞个电影放上去 不好意思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直接放在内存里面 这个存取的速度特别的快 它同样有两个优点 第一个是我们这里面写的一部 第二个就是因为它的限制 及它的实现机制导致了它写入的速度特别的快 好 OK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具体的实现代码 我们来写一下代码 好 我们来写入一下 比如说我要放入一个内容 content 等于比如写hello word 我想要写入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我现在比如说我要写swall 点async 一部 写入 file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文件名 那么文件名比如说我们刚刚读去的时候 用的是1.txt 那么我们选择2.txt 那写入的内容 我们就写入content 完成之后 是不是有对应的匿名函数 匿名函数的话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放一下 那匿名函数之内的参数会传入到dollarfile name 此处我们echo一下dollarfile name 然后第四个参数是我们对应的标志位 那标志位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直接传入0即可 或者我们也可以传入其他的手册上给电脑数值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实现效果 上传一下服务器 好文件上传 然后执行一下我们对应的操作 php index.php 大家发现是不是 2.txt 他提示就写入了 但是我们要确认看一下 通过lr 看一下 是不是2.txt已经存在了 那我们查看一下呢 2.txt 看是不是 hello world就存在到这个里面 如果说大家想要不覆盖之前写入的内容 可以通过修改flux来设置 好的 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